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父母的格局》 父母的教育和关爱 学校的教导和培养 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种力量 但是你知道吗 孩子的成长还需要第三种力量 第三种力量是本书作者黄敬杰提出的一个新颖的概念 通俗地说 第三种力量指的就是那些 能帮助孩子获得成长经验的力量 要想找到第三种力量可不容易 他既需要父母有大智慧 大格局 善于因材施教 还要有细心和耐心 敏锐地捕捉身边的素材 本书作者黄敬杰是著名作曲家 指挥家谭顿的夫人 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两个孩子小时候在纽约生活 在老大九岁的时候 她又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上海 继续在上海读书 随后 老大在上海读完初中以后 又回到美国读寄宿高中 因此 黄敬杰对东西方不同的教育方式 有很深的感触 她创建了父母堂公众号 将自己的育儿经验分享给更多的父母们 《父母的格局》这本书就是根据她的心路历程 和养育经验汇集成册的 主要讲述了在培养两个男孩成长过程中 会遇到哪些麻烦又该怎样解决 而作者黄敬杰又是怎样利用第三种力量 让孩子们成人又成才的 接下来我就分三个方面给你介绍本书的内容 一 孩子为什么需要第三种力量 二 如何帮助孩子获得第三种力量 三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出现问题怎么办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孩子为什么需要第三种力量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孩子择校的例子 作者的大儿子Ian幼儿园结束要上小学了 作者在综合考虑距离远近 学校规模和排名之后 需要在剩下的两所学校中进行选择 这两所学校中 第一所学校是一所综合学校 它规模较大 实行错零分班 每年会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 重新分一次班 让学习进度差不多的孩子在一个班上课 另一所是小而美的教会学校 每个班只有12名学生 一起从6岁共同成长到14岁毕业 作者觉得这两所学校各有所长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于是他带着儿子Ian参观了这两所学校 他首先带Ian去参观综合学校 发现这所学校由一个老厂房改建而成的 非常大气 楼梯 教学通道都很宽敞 屋顶高高挑起 Ian刚进学校一下子就跑没影了 他开心地在学校里到处转悠 参观时间结束时 还是作者拜托老师才将Ian找回来的 接着他们去了教会学校 没想到两人才刚刚穿过学校精致而巨大的雕花黑铁门时 Ian就提出要回去 他说他不喜欢这里 作者问他原因他也说不上来 他就说自己喜欢那个大学校 于是Ian开始了他在综合学校的学习 综合学校的教学非常适合Ian开朗活泼的性格 错零分班也让八月出生的Ian不会总是班上最小的孩子 而是有机会融入不同年龄的孩子构成的班集体中 交到更多的朋友 综合学校更注重实践的教学方式也非常对Ian的胃口 比如有一堂课是为了搞懂自己所在的街区 老师带着Ian和同学们去熟悉每一条街道 并将其标注在地图上 还要通过学习历史将街道的变迁也表现出来 就这样 Ian在求学的一路上 想象力和创造力都得到了家长和学校的鼓舞 长大后他去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继续深造 作者家的邻居一个叫做弗吉尼亚的小女孩 比Ian小一岁 在他选择小学时 他自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Ian不喜欢的教会学校 因为小女孩非常喜欢教会学校的大花园 也喜欢和11名小朋友不分不离地一起长大 长大以后 他去了美国著名的设计学院 学习舞台和服装设计 成为了一名设计师 Ian和弗吉尼亚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学校 为人生的第一步找准了方向 但是另一个上海的小女孩小小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小小从小语言天赋很强 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作文也写得好 小小的奶奶是一名数学特级教师 有了这样一个有力的支持 小小的父母很少在小小的生活和学习上花功夫 直接让小小住在奶奶家 到了小学生初中的时候 有一家外语学校和一所趋重点的尖子班 同时录取了小小 小小想去读外语学校 但是大人们都选择了趋重点的尖子班 于是小小从具有语言天赋的尖子声 变成了数学成绩落后的差声 作为数学特级老师的奶奶 完全接受不了自己的孙女 居然数学成绩垫底的现实 奶奶抱怨责骂小小 但是小小的数学成绩仍然没有任何起色 父母将小小从奶奶家接回来 花钱在课外班给小小补习数学 但小小的数学成绩始终难以及格 初中毕业以后 小小没有继续读高中 而是去了一所旅游专科学校 从这三个小孩择校后发展的例子可以看出 第三种力量的作用 第三种力量是将其他人赋予的力量 转换成孩子的内在驱动力 作者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第三种力量就像是电斧转换器 将110伏电压转换成220伏电压 伊恩和弗吉尼亚将父母无条件的尊重和支持 以及学校提供的符合其个性的教育 成功地转换成内在驱动力 而小小的父母没有给他支持 学校教的也不是他所擅长的 他的内在驱动力没有转换成功 这就造成了三个孩子的成长轨迹各不相同 因此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点是帮助孩子找到他的特点和兴趣 喜欢什么擅长什么 像例子中的伊恩个性活泼 喜欢变化性强的教学方式 弗吉尼亚性格安静 对艺术有自己的偏好 而小小擅长英语 第二点是帮助孩子坚持下去 让这些兴趣爱好最终能够成为孩子的鲜明特色和独有标签 第三点是能够让孩子充满能量 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孩子成长得足够成熟 足够优秀时 他们的选择就会更加理性 用一句话总结 那就是能否将外界的压力转换成内在的动力 是第三种力量发挥作用的关键 好 以上就是第一个部分的内容 孩子为什么需要第三种力量 第三种力量是帮助孩子把外界的压力转换成内在动力的力量 拥有第三种力量的孩子具备自我驱动力 兴趣广泛充满自信 有自己的主见 能够自己做出好决定 那孩子怎样获得第三种力量呢 这就是我要介绍的第二个问题 如何帮助孩子获得第三种力量 作者例举了他和孩子相处的12个片段来阐述如何获得第三种力量 总结起来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巧妙依靠其他人来影响孩子 第二类是用错误困难和挑战来激发孩子的自控力和独立性 第三类是利用闲暇时间让孩子的灵魂得到滋养 先来看第一类 巧妙依靠其他人来影响孩子 这里的其他人有很多种类型 比如延伸家庭 榜样和楷模 以及一起长大的小伙伴 什么是延伸家庭呢 延展的延伸手的身 延伸家庭和原生家庭是相对应的 指的是自己的家庭之外 另一个亲密的家庭 作者的孩子们就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延伸家庭 是作者的好朋友卡罗尔一家 卡罗尔家里有三个小孩 老大和老二比伊恩大十岁 老三奥斯丁和伊恩年纪相仿 伊恩经常整天泡在卡罗尔家里 不仅和奥斯丁一起玩 也会和两个哥哥姐姐一起玩 他从家里的老大 一下子成为了别人家里最小的孩子 可以享受和哥哥姐姐玩闹的感觉 而且还会学习卡罗尔家的一些规矩 比如需要别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要用请字 再比如学一些在家里难以养成的好习惯 有一次伊恩的弟弟肖恩 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就扔下饭碗绕着桌子转来转去 伊恩对作者说 妈妈 把肖恩送到卡罗尔家去吧 只要住一个暑假 他就不会再这样吃饭了 你看 伊恩在卡罗尔家里 学会了吃饭的规矩 在看到弟弟不好好吃饭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想到送去卡罗尔家里改造 延伸家庭的好处就在这里 可以帮助孩子形成分寸感和自律性 因为在别人家里 他不再时时都是中心 在别人家里会需要更多的 体谅他人尊重别人家的规则 孩子自然就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得体 榜样和楷模也可以影响孩子 如果把孩子比作小鸟 那么榜样和楷模就是老鹰 老鹰的力量和飞翔的高度是小鸟眼中的标杆 只有像老鹰那样飞得更高更远 才能看到世界的精彩 伊恩的生活中也出现过老鹰式的楷模 他所在的初中开展了一个根与牙的环保活动小组 主要推广在校园内种植蔬菜 对废物再利用 这个活动小组来源于世界性的环保组织根与牙 目的是希望用根和牙 这两种看似微小却持久的力量去改变世界 参与了根与牙活动小组后 伊恩开始关注根与牙环保组织的创始人 真古道尔 了解到他是一名生物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 曾在2002年获得联合国和平使者的称号 因为他把环境概念和环境工艺的概念 引入了全球的初高中 让孩子们也具备环保意识 伊恩对真古道尔了解得越多 对废物利用和蔬菜种植的兴趣就越大 他会主动将家里的瓶瓶罐罐利用起来 还把自己不需要但是还有用的东西 比如书本衣服捐献给相关环保组织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就是榜样和楷模对孩子的影响力 有了真古道尔这个志愿推广全球环保事业的楷模 伊恩学到了付出和帮助他人的观念 他从帮助他人中变得更加自信 也从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巧妙依靠他人来影响孩子这个方法中 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也属于其他人的一种 也可以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帮助 作者的小儿子 肖恩参加了一个小提琴乐团 乐团里面都是比他年纪大的高手 只有一个和他年纪水平相当的小朋友 于是乐团老师将他俩安排成了左右位 正是有了这位小伙伴的存在 肖恩练习小提琴就不再枯燥无趣了 他会在练琴之余和小伙伴一起去找大哥哥大姐姐们取经 有时候两个人会故意把音乐拉得难听 有时候会自己将曲子变奏成自己的小调 练琴成为了一件快乐的事情 两个小伙伴的进步都非常大 好 接下来再来看第二种方法 用错误 困难和挑战来激发孩子的自控力和独立性 一般情况下 父母和老师对待孩子的错误总是想着立马纠正 而且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彻底改正错误 为此甚至不惜使用惩罚手段 比如 中国的老师和家长为了防止孩子打游戏 会禁止孩子去网吧 如果孩子去了 轻则父母打骂一顿 重则还会受到学校的寄过处分 同样是面临孩子上网打游戏的问题 作者孩子的学校却让错误帮助孩子成长 作者的大儿子伊恩是在美国上的寄宿制高中 高一刚入学的时候 伊恩刚满14岁 一方面是青春叛逆期 一方面又突然完全脱离了父母的管束 于是伊恩疯狂地迷上了打游戏 整个周末通宵在打游戏 周一早上根本起不来床 老师通知作者的时候 作者非常着急 想去学校沟通 要负责他们的监护老师禁止孩子们打游戏 但是学校的老师却回复说 他们不会禁止孩子打游戏 因为学校的规定是上课和自习时间不能打游戏 并没有说休息时间不能打游戏 但是老师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他会对伊恩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 玩游戏之前必须先把作业做完 第二 必须要遵守晚上11点熄灯的规定 第三 要学会自我控制 父母们往往不会要求一名14岁的孩子控制自己 事实上 有很多成年人都无法做到自我控制 伊恩的老师却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希望学生能够自己发现错误 靠自己的力量去纠正错误 而不是依靠老师的强制行为 而伊恩最终也管住了自己 没有游戏上瘾 不仅是错误 困难和挑战更能让孩子快速成长 作者家刚从纽约搬回上海的时候 伊恩才9岁 一年过去了 虽然她对新环境适应得很好 但是也仍然很想念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 作者决定让伊恩一个人回纽约去见她的同学和朋友 作为送给她的10岁生日礼物 一个10岁的孩子独自乘坐长达16个小时的国际航班 对孩子来说 真的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了 要知道 在中国 10岁孩子独自上下学这几分钟 都有很多家长不太敢放手 但是作者和伊恩做到了 尽管伊恩心中也感到害怕 她甚至回想起她爸爸说过的故事 一个孩子因为弄丢了登机牌 登上了错误的航班 目的地从伦敦变成了莫斯科 此后她再也没有回到伦敦 而是成为了莫斯科街头的清洁工人 为此 伊恩紧紧攥住了自己的登机牌 连地勤人员为她办理登机手续都不肯松手 这次旅程让伊恩受益两多 是她独立走出家门的第一步 也是之后她能够独自一人回到美国 上寄宿高中的良好开端 其他人的影响 错误和挑战 都是从外力上教育孩子 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孩子 自发地实现自我成长和自我教育吗 有的就是第三类 利用闲暇时间 让孩子的灵魂得到滋养 给孩子一些闲暇时间 让他们单纯地玩耍放松 或者做一些中长期规划 更有利于孩子内心的自我成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除了学习 孩子也需要玩耍 需要有闲暇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去为自己喜欢的事情付出努力 作者在这方面做的最多的 就是帮助伊恩培养了对体育的兴趣 体育活动对孩子的身心健康 都有很大的帮助 能够让孩子具备不怕困难 坚持不懈的品质 在伊恩三到九岁的时候 进行了长达六年的足球训练 这六年的足球训练 让伊恩强健身体之外 还学会了团队合作 伊恩的足球教练 通常会将孩子们分成两人一组 互相传球 有时候教练会设置小组间的比赛 规定时间内传球次数最多的小组 才能获胜 此外 教练还会让每个人轮流当守门员 这也让孩子们理解了足球场上 每个位置的重要性 不再是只要守门员丢球 大家就都责怪守门员 到了高中 伊恩又在学校附近的小镇上基建课 他还组织了另外11位喜欢基建的同学 一起游说学校 同意他们成立了一个基建俱乐部 由学校为他们提供固定的基建练习场所 这又是运动教会伊恩的沟通力和领导力 好 第二个部分的内容也介绍完了 主要讲了父母可以怎样通过第三种力量来教育孩子 主要有三种方法 第一 巧妙依靠其他人来影响孩子 这里的其他人可以是和自己家庭关系亲密的其他家庭 也可以是孩子一起成长的小伙伴 还可以为孩子找到一个楷模和榜样 第二是用错误困难和挑战来激发孩子的控制力和独立性 让孩子自己发现错误改正错误比强制孩子不犯错更有效 而适当的挑战能够激发孩子的勇气培养他们的独立性 第三是利用闲暇时间让孩子的灵魂得到滋养 闲暇时间能够让孩子从繁重的课业中暂时解脱出来 参加体育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方式 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 有些父母常常会有一种敬畏的心理 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导致孩子出现问题 因此他们会努力学习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 但是有些父母无知者无畏 还在用这千百年来的老一套来对待孩子 听话了就夸不听话就打 孩子出了问题还哀叹 孩子为什么小小年纪就学坏 那么当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真的出现问题怎么办呢 父母应该怎么应对呢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最常见的问题是孩子成绩不好 孩子成绩不好 父母们会觉得是孩子上课不认真听讲 作业没有认真做 但作者认为 你得首先知道你的孩子的学习特点 然后对症下药去教他们 为什么这么说呢 目前有教育专家将幼儿的学习类型分为三种 听觉型 视觉型 和动觉型 听觉型就是说孩子学习的时候 是通过聆听来完成的 他们听觉敏锐 有时候老师只要唱一遍而歌 就能跟着旋律开始唱 哈佛教育学教授库尔特·费西尔曾提出 帮助听觉型孩子学习最好的方法 就是将他们要学习的内容放给孩子听 比如给孩子放教学视频 将故事内容朗诵给孩子听 作者的小儿子肖恩 作者的小儿子肖恩就是一个听觉学习型孩子 他五岁的时候就能在钢琴边用一根手指敲出听过的旋律 因此肖恩的学习方式很有特点 他喜欢妈妈读书给他听 由于对声音敏感 肖恩上课的时候很难集中注意力 只要别的小朋友发出声音 他就会转头张望 为此作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帮助肖恩集中注意力 和提高自我控制力 比如他给肖恩买了一套寻宝藏的书 这本书给孩子标出了要找的物件 然后需要孩子到图画中一一找出来 寻宝藏的玩法不会运用到孩子的听觉 而是锻炼孩子的观察力和注意力 肖恩一开始找两三个就不愿意往下找了 作者会给图画书编很多故事 帮助肖恩继续坚持下去 作者的大儿子伊恩则是一个动觉型孩子 一切动手的活动都很喜欢 画图 踢足球 打网球 尤其是到林子里探险等野外活动 冻觉型的孩子一刻都停不下来 很容易不守规矩 不按指令做事 他们听人讲话都要跑着听 或者一边听一边晃动身体 很多人会给这种类型的孩子 打上难以管教的标签 但其实他们一点就通 一学就会 非常聪明 同时注意力又很容易被转移 做事往往缺乏耐心 与静静的读书给肖恩听不同 作者会给伊恩安排大量的体育活动 消耗他过剩的精力 在学习方面会将知识和手工活动联系在一起 比如学算术加减法时 用量杯去摇米计数 过中秋节做月饼时采访做饭的阿姨 把步骤和用量记录下来等等 总的来说 对于动觉型孩子来说 没有体验就没有真情实感 为他们安排体验活动比跟他们读书讲道理更有效 视觉型孩子和动觉型孩子相比 那就一个是天使 一个是魔鬼了 视觉型孩子通常都比较安静 他们会静静地观察身边的事物 然后牢牢地储存在大脑中 视觉型孩子的优点非常明显 具有敏锐的观察力 喜欢阅读 上课能认真听讲 现实生活中有大概80%左右的人 偏向于视觉学习型 所以大部分学校课堂的设计 也符合视觉型孩子的学习习惯 但是视觉型孩子学得快 忘得也快 他们学习时适合多复习 不断巩固学到的知识 了解了孩子的三种类型 再回头看孩子成绩不好的原因 就很容易知道怎么做了 现在的父母们太焦虑了 总是担心孩子的成绩不好 将来会一事无成 总是担心孩子的习惯不好 将来会惹出大祸 作者认为 这很容易造成 只要孩子有一点小错误 就会动辄得救 被父母狠批一顿 在父母的打骂之下 孩子为了逃避打骂开始说谎 或者有样学样把暴力运用在 比他们更弱小的孩子身上 或者变得孤僻厌学 父母们以为孩子学坏了 其实呢 孩子是被打坏了 在这里 作者给父母们提出了三个建议 希望父母们在育儿之前能够先预己 缓解焦虑的情绪 以更平和的心态对待孩子 第一 父母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让自己成为一头暴怒的怪兽 孩子惹自己生气的时候 最好离开一会儿 让自己先冷静下来 如果一个成年人都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又怎么能够要求孩子具有自控力呢 第二 父母要消除管不好的恐惧 不要总是患得患失 觉得自己哪个地方没做好 导致孩子沾染上了坏习惯 或者未来的人生不如意 孩子有自己的成长轨迹 他们没有那么容易变坏 也没有那么容易成长为父母心中的理想好孩子 父母要做的就是两点 接受孩子本来的样子 以及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第三 退后一步 让自己休息一下 很多时候孩子的毛病啊 其实是父母逼迫得太紧导致的 适当的让自己放松一下 其实也是让孩子有自我成长的空间 让他们能够不是为了父母活着 而是为了自己活着 好 以上就是第三部分的内容 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问题怎么办 孩子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父母的问题 父母有没有发现孩子的学习特点 有没有心平气和 不打不骂的和孩子交流呢 了解孩子的特点 控制自己的情绪 适度放手 是父母们首先应该学会的功课 养儿与女一场 那孩子究竟是谁的呢 他是属于父母的 还是孩子自己的 还是世界的呢 这个问题值得每个父母深思 如果孩子只属于父母 那他就只是父母的一个附属品 如果孩子属于他自己的 那么他就拥有自己的人生 如果他属于世界的 那么他就会愿意去帮助世界 回馈世界 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真正体现了父母的格局 好 父母的格局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